2 3 在这一层 这是你的方向 这不是你的方向 明白吗 来 同学们试一下 看看你能不能找到我们 刚才 你所说的这一系列的感觉 来 同学们试试 来 这样 这样 我这个手还不丢 但我单上给你 他这样的请求 起码是我的 来 1 2 3 4 好 这个时候先来看 第二中心在哪里 是对我左腿的方向 好 继续 3 1 他第二中心还是朝着这个左腿的方向 继续 1 其实他还在这一侧 就是他来的这个方向 他没有转到这边去 已经开始往你的目标方向去了 不往目标方向去 留在你原来的方向 然后 腿被移动 拉住的第二中心 留在原来 他还在这个方向 不要吗 不要 拉住这里 哈哈哈哈哈哈 好 来 跟大家试一下 来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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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们 你可以把手推在猪头 也可以把手伸在前面 就是不知道要打架子 架子不用 我们还没说 但我们说完了以后 你们再打架子 准备 呃 我拿来看 就这样吧 我本来讲 你们放在后背上 看你们将度的话 后背 准备 走 1 2 3 4 别动 好 检查一下你第二中心有没有对着左腿 男士 女士也是这样 第二中心有没有对着左腿 女士们就要记住 这就是你的原始方向 你无论怎么走 你要想象的这个方向 是比较扭矩的 那她的地方是可以动的 只有第二中心的头能留在这个方向 男士们要跟着腿要走 准备 3 & 5 好 女士们很好 女士们腿可以打开 胯可以转 腰可以走 唯独第二中心不要动 对很好 走 & 2 你看男士们都没有一个转化 没有一个转化 再来一次 是吧 刚才我上转化 这一部分 现在大家听一看 我第一个我这样的地方 我面对准备跳 我带走 我是背对准备跳 我盯着我的皮带 因为皮带就是胖 你盯着我的皮带 比如说我在 哇 结束了以后 那我接下来 脚是不是应该先前进 但是我要前进的时候 不能往前去摆挡 我是不是应该把胯扣扣 这样是横向的靠 我才能去摆挡 对不对 那你就要在 one结束的这一步 和shoe 下一步的之间 去产生这个胯位的改变 所以我在one结束以后 我记得用过度中心的手 two three 等我连起来跳 大家看一下 and one two three 看见到不 有一个 如果你的摆盪是要 如果你的摆盪是要往侧面去 这是必须必须要转动 power 不可能要转动 你的摆位如果不转 你只能往前一 richt 一往前走 你一直去